一件衝突發生之後 藍的會說是綠的害的 綠的會說是藍的害的 這個我們國外叫做後真相年代 所以你可以看到現在很多韓粉 它會有一個平行宇宙啊 還有二十幾天啊 會發生什麼突發事件也不知道 那尤其是1221 霸韓大有行那一天 如果說發生了一些衝突事件的話 其實你可以想見 韓國瑜陣營一定會用這個衝突事件去做發酵 試圖再去鞏固這個 第一個鞏固藍營的選票 因為現在很多藍營選民覺得 懶得出門投票了 但是如果1221那天發生一些事件 他可能投票的動力又會被激起來 第二個呢 韓國瑜可能會去製造這種 除了這種所謂的悲情的印象之外 他會利用1221如果發生一些衝突的話 會讓一些中間選民覺得反感 覺得政治太亂了 那既然政治那麼亂 蔡英文好像又贏定 那我不要去投票 那假設是韓粉挑起衝突 因為衝突可能是某一方先點火嘛 這一點我們就來講 現在的社群年代 有一個很特別很特別的現象 就是我們透過FB啊 透過YouTube影片啊 透過這個IG啊 可以創造出不同陣營之間有平行宇宙 就是一件衝突發生之後 藍的會說是綠的害的 綠的會說是藍的害的 這個我們國外叫做後真相年代啦 就是真相是有 因為可能手機都有錄影 但是權勢呢是每個陣營自由發揮 所以你可以看到現在很多韓粉 它會有一個平行宇宙啊 像比如說會去入口做民調 然後說我們做這個民調 韓國瑜支持度是70% 這才是真民調 其他媒體做了幾十份 全部都是假民調 這些都是一些平行 韓粉的平行宇宙世界的現象 所以一旦發生衝突之後 你一定會看得到 每個陣營之間 它的詮釋立刻會不同 所以一二二一那一天 不管你是哪個陣營啦 其實上屆的時候 一定要保持冷靜 一定要保持平和 否則的話 這可能會成為 這一次選舉選前 最重要的一個 這個所謂的 雙方的增值點